在永和中心街有一個屋嶺六十五年的透天醋 地坪六十三坪 價格卻要七千七百五十八萬 交易價也創下了近期的新高 買方是一家建設公司 而專家就分析了 建商轉站這種小巷平房 看上的當然就是都耕商機 老舊外牆 庭院樹木蜿蜒而生 幾乎蓋過屋頂 地上還積滿落葉 圍在韓國街上這棟六十五年屋嶺的透天醋 看似不起眼 但卻以七千七百五十八萬元賣出 創下今年永和的最高總價 來到永和透天處可以發現 它巷弄其實有點狹窄 但是進出不太容易 但是看到旁邊 卻有一個指標性的豪宅 因此建商買下來 也是為了都耕用途 大大紅布條寫著都耕預定地 雖然緊鄰著單行道巷弄 但基地面積有六十三坪大 如果能和周邊的老舊住宅整合 基地面積就有機會上看百坪 可以啊 那就是說這個不知道 我們這個是一條巷就這樣子 因為都很爛嘛 你看那個屋頂都爛 這是公家的也都退款啦 因為裡面都爛了 那個六十幾年老屋啦 永和地小人多 建商近年來積極列地 光是去年多達四四筆的透天錯交易 但今年能買的地都被卡位 交易值剩下十四筆 建商也把目標轉往二線商圈 鄰近捷運站然後學校 雖然有小巷子 但是它前面是零中心街 是主要幹道 它這個容積力建築線 可以拉得比較高 所以建商經過那個精算成本之後 他們是願意可以進場的 如果是和捷運站旁的透天錯相比 專家預估價格就相差二到三倍 而且捷運站旁的整合難度更高 因此像弄內的老宅才會變成下個開發的目標 一線已經有人插了 然後再來說如果你再去插旗的話 那個成本會墊高很多啦 所以他們變得說少二線的路段 住戶數比較少 因為要談的人比較少 談好之後他們就可以直接蓋了 房市正火燙 讓這些不起眼的透天錯 也能有重新渡進的機會 東森財經新聞 學主 劉子騰 新北報導 在編生的路段 來 新北就是 參亡你的路段 而且也會有什麼 按部υτвор院的修立 一邊講這一次 恨哥 你不是嗎 在編生的路段